今天是中學畢業生的大日子 DSE放榜 今年放榜有一個特點 考學七科五星星的狀元人數 歷屆最少,只有四個 其中一位狀元出自黃隱書院 今早一早,家長和學生就嚴陣以待 八點半宣佈成績一刻 學生和家長都忍不住鼓掌 高中超級狀元的 就是這位羅澤佳同學 他說昨天看到狀元人數大減的新聞 還以為自己機會渺茫 昨天新聞也看到 今年還有兩位男狀元 自己也可能覺得很機會渺茫 不會是自己 所以今天可以做到狀元 真的很興奮和很開心 可能自己對香港的歸屬感會較強 所以也想留在香港讀書 我自己打算在本地升學 會讀中大的醫科 為何會讀醫科 是因為自小都對醫科很興趣 再長大一點的時候 可能面對身邊的親人離世 就開始覺得生命的沉重和重量 這位蘇同學雖然跟狀元刷新而過 不過拿到47分的好成績已經很驚喜 我自己本身預計大概會有七科加上 可能是43、44 但現在有47分 我覺得是比我預想中很高的 其實也高不少 所以我覺得應該說我的努力終於得到這個結果 有這個成績固然開心 進入自己的身邊學科 我媽媽和我 甚至我整個家人都非常滿意、非常開心 有人歡喜、有仁仇 部分學生成績未如理想 和家長一起談談 一家人互相鼓勵 亦有同學幫忙打氣 另外兩位超級狀元 就來自傳統名校 聖保羅男女中學 男中宏同學曾經入選港隊 代表參加國際物理奧林匹克 他希望日後可以繼續發展 科學方面的個人興趣 我覺得自己對科學 特別是物理很有濃厚的興趣 所以我希望去英國劍橋大學 去修讀他們的自然科學 學習其實都可以有助我未來 可以貢獻社會 成為一個科學家 去為我們的世界 或者我們的社會 去作出一些成績 同樣是超級狀元的古兵森同學 就有意留在香港發展 希望將來可以服務香港人 今天第一次看到成績單的時候 覺得怎樣? 很驚訝 因為我們的老師說 我們恭喜這位狀元 所以我獲得成績單前那一刻 聽到老師說的時候就驚喜 而且我哭了 真的很開心 我覺得溫習不一定要時間很多 但你要用得其所 例如溫習的時候 真的要認真地溫習 你把所有東西丟掉 展望將來, 升學那方面 打算怎樣? 我也會留在香港讀意 因為我覺得作為香港人 也會服供自己的社會 會比較好 對於今年只有四位狀元 古同學就有這樣的看法 所以我覺得很大原因 是因為某一科失手 或者剪輯比想像中高了一點 所以會令很多人 下降了一個高級 然後就會變成綁硬 很大問題 同兩位超級狀元 是同班同學的馬日行同學 和狀元之路只是一聲之差 但他也很感謝同學之間的互相幫助 其實大家讀的科差不多 大家可以… 譬如說互相交換一下北記 或者交換一些讀書的心得 我覺得這個環境不錯 既然大家都在修讀一樣的科目 這次考得其實挺好的 我收到成績表時也有點難以置信 因為我… 其實我平常買中文、英文和數學 M1都是不正式的 而且也沒有辜負到家人 或者老師那麼好在乎我們的期望 應該會留在香港讀醫科 因為始終都是香港土生土長 服務社會一直都是自己的理想 女狀元方面 其中一位就來自德望學校的鄭耳晴 他考試前確診新冠、狀態欠介 想不到也有這麼好的成績 非常滿意 也非常出乎意料 我當時… 因為我考DSE之前也有疫情 所以我第一個星期的狀態 其實不是真的最好 因為我當時考中文 真的整個頭腦胸白 完全看不明片,文以文 所以我不懂得很驚訝 可能有一點運氣 或者是… 今年有看粉卷特別懶 比我想像中考得好 鄭同學將來志願同樣是學意 不過還未決定在哪裡發展 要到時… 可能在英國那邊實習完之後 要看看英國那邊是否真的適合我 那些人去完外國讀書 然後再回到香港去做 其實對香港也有好處 鄭媽媽就說對女兒的成績感到滿意 還說一切得來不易 很奇妙,你中了COVID 你怎能想到在她考那天 就是一條線 我還要重覆檢查,也是一條線 即是她可以很如期 回到這些學校,來去考試 有一科學考完之後 我看她真的臉都很青 當媽媽真的很心痛 但我又看到她很困難 第二天又來了,又去考了 所以我覺得真是一個很大的祝福 今年有17450位考生 考獲33222入U的最低門檻 以13000個Ju Plus學額計算 即是約1.3人欠一個位置 拿到一個令自己滿意的成績 當然是值得慶祝 但就算稍有失手,也還有很多出路 留個位置 因為本身我的最低門搜尋20分 所以想有個安心 對於直接升讀大學有信心嗎 也有的… 不過就是安心一下,先補習 所以我沒預期過… 有落差,但我可以接受 會否打算提供 還是一直提供,一直補習這邊的課程 一直提供,一直補習這邊的課程 你想像中差,所以就來到這裡 來到這裡 就是了解了這些課程 你對於入讀有信心嗎 沒有 他肯收我才算